咳咳咳咳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Chris的頻道 我是米奇 今天Chris出來 就打算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就叫做 全程抽車 套公抽車 遊戲是怎樣玩的呢 就是當你一開始 站在那裡 就不可以再坐下 不可以坐在那裡踩單車 就是一個這樣的遊戲 路線可以從這個畫面看得到 現在在圓周仔的橋底 就當是起點 當你一站起來之後 就不可以再坐下 對了 Chris已經站起來了 所以就不可以再坐下 腳都盡可能是 不要碰到座線 現在就踩過去馬尿水 去到馬尿水之後 才可以回頭 沒錯 這一程不是單程 是一圈這樣計算的 一圈就踩到馬尿水 反去圓周仔的橋底 這樣完成一圈 就當是完成了這個遊戲 全程都只可以站在那裡 不可以坐下 盡量不要碰到座墊 為了宮廷起見的關係 其實Chris都有想過 要不要將整支座門去拿走呢 但是剛好今天 Chris早上都都 踩著單車出過來的關係 所以就不太方便 所以就踩著單車 直到現在就直接挑戰這個活動 這個抽車遊戲 大家覺得Chris 最後可不可以完成到這項挑戰呢 這樣來回大概十公里左右 就全程抽車 不過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不是說 人的耐力夠不夠 反而是 有時候有些障礙的話 就可能要停車 那你要停車就要下腳 那我覺得這件事 會是最大的問題 不過如果你看準時機 其實都可以避過那些障礙 為了自己流車 流車流出去 不要跟得那麼貼 例如現在的畫面 如果有時候有些人 又或者是有些微浪車的話 其實都可以有車載出去 就不用急著一停 不停地踩 就可以令到體力 流回多一點點 其實都可以在一些職業的比賽 曾經是見過有一些職業選手 他們的車 有些問題 例如說 在座古不知什麼事鎖得不夠緊 又或者是將座墊 整個座墊脫了出來 就被迫是全程都在那裡抽車 除非你說支援車在你附近 剛好在你後面 就立即可以換到一輛車給你 沒有理由真的全程站在那裡抽車 跟別人鬥車比賽 不過有時候支援車來不到的話 就好像Chris那樣 現在真是全程站在那裡抽車 不過Chris現在就不是在比賽的關係 所以速度可以自己自由去調節 目標都是連續地抽車 不可以坐底 盡量不碰到作戰的情況下 完成全程了 對了 今天這13、14分鐘 這段片就真的全程看著Chris在那裡抽車了 時不時都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的單車勁裡面是有不少的人的 本身就以為應該沒有人 近來也有點冷 誰知道都幾多人出來租車 踩一下單車 是開心的 不過Chris剛好今天進行這個活動 就真的要看準時機過人 不可以跟得太貼 就可以看到 由這個畫面 暫時都是暢通無阻 沒有任何障礙 都是連續抽車 已經過了創新公廁 就快去到科學聯附近 都在那裡保持抽車 沒有抽 有一些順著落斜的位置 都會站在那裡 就這樣站在那裡 讓雙腳的肌肉放鬆一下 然後才再抽車 這裡有一些貼 剛剛有個小朋友 不過問題就不大 那就繼續抽車 一直去 基本上踩慣套工的話 都大概知道在什麼時機 怎樣流車 怎樣過那些人 盡可能都是 保持一定的距離 真的安心的時候 才一下過下去 現在有少少順風 有少少微微落斜 所以就這樣看到 Chris站在那裡 然後現在才開始抽車 基本上整段影片 都可以看到 沒有什麼特別的剪接 就這樣加速 然後正常速度 給大家回顧這一天 Chris究竟是怎樣完成 這一項的遊戲挑戰 最後又是否真的成功 全程站在那裡 挑戰可以成功呢 感想又是怎樣 來到這個位置 都差不多到隧道了 來到隧道之後 都繼續站起來 盡量不要碰到左墊 那Chris玩遊戲 都是公平公正的 就不會專門去出貓 裝了東西 坐下去 將坐墊又裝沒有坐 如果真的一坐下去 Chris就會決定 直接回頭再重新來過 所以就算怎樣都好 都盡量不適合到座墊 不會坐下去 這一天如果有人看到Chris 也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咦?為什麼? 為什麼好像 咦? 剛才看到他跟著他 一陣子又在那裡 不停抽車 就是因為在挑戰 這一項的遊戲 究竟可否成功呢 現在呢 最後一條的隧道 出賣這一條的隧道 就去到馬尿水了 這麼快 這一段片就播了六分鐘 六分鐘之後 我就會揭曉Chris 究竟可否完成這一項的挑戰 真是令人覺得刺激 來到馬尿水之後 去了旁邊的大空地 然後再繞一個圈 回頭了 開始繼續站起來 是完全沒有坐過的 繼續抽車 上斜路 前面也有少少人 看到遠方 看到Chris 其實剛才入隧道 都特意收慢了少少 免得這麼貼 如果是跟得太貼的話 剛好前面又... 嘩... 就真是麻煩了 等於是打招呼 那就說一聲哈佬了 繼續看下去了 那Chris呢 過了最後這一條的隧道 又出回去兔工了 看到有小朋友 然後可能他的家長 就在前面 慢慢踩 看準時機 預防慢一壓 看到差不多 真的OK了 有空間 好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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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平路 來回兔工平路這個位置 其實挑戰這項的遊戲 最困難的位置 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過隧道 因為有時候過隧道 太多人的關係 就有機會是失車的了 有一些人是 踩得比較慢 其實踩得比較慢 那些都還好一點 有一些如果是不夠力 真的停了 那這個遊戲 就真的要重新來過了 那來到這裡 Chris 咦 張敬軒 有人在播歌 不知道哪裏播 踩到前一點 就看到有一位師兄 剛剛過了他 就是後面踩公路車的那一位師兄 在播張敬軒的歌 還有一個粉紅色手把 對了 Chris就馬上 打了招呼之後 Chris就特意讓他過了 剛剛也看到是收一收腳 因為擔心音樂版權的問題 對了 那接下來 Chris就跟回自己的節奏 一直去 速度其實大部份 都是保持在二十幾 那不停踩 不停踩 來到這個位置 有看到剛才那位 張敬軒的師兄 不過音樂小聲 就沒什麼問題 那我看到那位的師兄 去了後面 踩到前一點 咦 看到 前面有另外一個師兄 可能進行特別的遊戲 又是 雙手離太的遊戲 Chris就是 抽邪遊戲 前面有少少人 所以這個位置 就收一收慢 還要是家庭斜 比較大 好愛 準備了準備了準備了 好 繼續看下去了 演唱會又完了 對了 張敬軒的歌 是好聽 在我好久以前 都經常聽的 對了 來到這個畫面 就可以看到了 大直路 這條闊路 都會舒服一點 你跟前面那位 要師兄在這裡抽車 你不准抽車 你不准抽車 坐下來 你不准坐下來 坐下來 今天 除了Chris之外 應該沒有人 可以站起來抽車 你知不知道 全部人替我坐下來 坐下來 啊 找到來到這 又來了 張敬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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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亮到 夠了 現在就繼續踩回去 這個位置 有少少辛苦 然後有少少落斜 然後還未上車 來到這個位 看到Chris的速度 其實是慢了少少落 看來 體力都 嗯 開始有少少 有少少累了 對 不過都暫時沒有什麼問題 看上去都踩到的 這裏有些人 收一收 然後拉高一點點的速度 不過這裏又有人的關係 所以就看了時機 過下去 沒什麼問題 看到前面有很多人 多數有時挑戰這些活動 都在最後最後面 不知道為什麼是突然不特別多人 所以自己都要注意一下 免得臨美香 那就不要了 看到後面的 各位張敬軒的師兄 就在後面 張敬軒的師兄 都可能會想 你怎樣 阿Chris 為何看到全城都站在這裏 抽車 中了什麼 就是這個遊戲 如果你剛巧有看這段影片 就會知道 這裏有些小朋友 有些人 收拔慢少少 準備了 來到最後面 這裏 Chris 就打算 最後 試試踩快少少 把速度 由二十幾至少 都升上去 三十幾 這樣衝線 難得來到最後 來一程 爽快 來到最後 看了一張時機 看了一張時機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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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Chris變速 抽車變速 真的抽車 抽到本身 Chris都不太會 說一邊抽車一邊變速 現在真的抽到 可以一邊抽車一邊變速 沒什麼問題 不過有些人的關係 瘦就瘦慢 如果慢 準備了 來了 對了 來了 來了 看看Chris 最後也有不少餘力 可以來到一個三十幾的速度 這樣回到最後的終點 嘩 好了 看來這一場的遊戲 最終Chris可以挑戰成功 都撐多 回到原舊仔 有少少人 收一收馬 對了 不過 還沒去到橋底 所以不可以釣耳輕心 繼續抽車 慢慢抽到橋底那一邊 嘩 真的 難道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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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Chris 坐下終於完成這場挑戰 最終出來的時間是29分鐘左右 最後還有一件事想告訴大家 就是這場遊戲其實不是Chris 第一次挑戰 在前一天Chris已經挑戰了一次 不過拍完之後就不太滿意 所以Chris 決定第二天就是今天再一次出來挑戰這個遊戲 現在都給大家看一下為什麼不滿意的畫面 就是這樣的 Chris 第一天挑戰的時候就是拍著自己的樣子 把相機射著天 之後回去就心想 有哪個人是會想看十幾分鐘 看著自己的樣子還看著天 所以就決定第二天再出來挑戰那一次 對 那都鑑於第一天挑戰完有點累的關係 所以都有擔心過 第二天會不會挑戰失敗呢 誰知又OK 所以Chris 又再有一個念頭 就是要不要不如試一下 既然是兩天連續挑戰都沒什麼問題 不如試一下一個星期究竟 可不可以挑戰成不成功呢 不過最後還是不好 因為 不想 Chris 說不想再有機會跳這個磁力共振的關係 所以都是 連續挑戰兩天 不是啦 今天這段片就來到這裡了 看看Chris 下一次又跟大家去挑戰什麼 有什麼拍給大家看 好吧 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段片再見 耶好愛啊 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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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 MIT 對愛情贏死心 貪公平好心夫 顯日卻逼真的襯民 我們這個結局太貪康 分不出真假的愛 嗨嗨